两名不知天高地厚的待遇 妄图闯入暗杀家族的领域 却被门内的恶犬咬成枯 见此所有人都转身而逃 只有小杰三人例外 作为好友前来拜访的他们 必须通过黄泉之门的测试 看门的大叔告诉小杰三人 刚刚吃人的怪物名叫三毛 是奏迪克家族饲养的看门狗 不管是谁只要贸然闯入 都会成为他的口中之石 只有从正面大门通过 还能安全进入内部 然而雷欧利用尽全力 也依旧无法打开大门 开始吐槽这么重的门 根本不是常人所能打开的 见此大叔叫他们让开 随后脱掉衣服 露出全身肌肉 在一声露吼中推开大门 一旁的三人被惊掉下巴 完全不敢相信大叔竟如此厉害 可对方却告诉他们 这只是常规操作 一扇门单边的门板重达两吨 每网上一道重量就会翻倍 而奇亚少爷回来时 已经能推开七道墙中的三道 他们只能经过训练推开大门 才能进入奏迪克家族的领域 他们作为朋友前来探望 却被这样对待也让他十分不爽 便伸手问大叔要小门的钥匙 准备强行闯入 雷欧丽和库拉皮卡立马劝他 现在的他们 根本无法抵挡三毛的恐 可小杰的态度依旧十分坚决 大叔没有办法只能封制本家 看能不能碰融一下 接通电话后 小杰说出自己是奇亚的朋友 可对方却回剧道 杀手家族不需要朋友 然后果断挂掉电话 下一秒小杰直接发梦 让他赶快将奇亚叫出来接电话 可对方依旧觉得他是个冒牌活 为了防止奇亚中了他们的圈套 他们会杜绝一切风险 这就是杀手家族的警惕 暴走的小杰扔出鱼钩 准备翻墙进入 大叔被小杰的意志打 决定陪他赌一次从入侵者之门进入 如果三毛认出了他 大伙就有活下去的希望 毕竟他要是放任小杰几人不管 事后也没脸见奇亚少女 听此小杰产生愧疚 给大叔正式道歉 看到小杰这副名 大叔十分欣慰 为了别人能压制奋量 也十分信赖同伴 不得不说奇亚少女 交到了不错的朋友 之后大叔决定推开大门 让他们见识一下三毛的威风 然后安心接受训练 看着眼前巨大体型的怪物 小杰等人背下的冷汗之流 完全没有反抗的勇气 现在的他十分庆幸刚刚没有动作 进入大叔的房间后 三人乖乖穿上50斤重的训练服 雷欧利瞬间被压垮在地 本想喝口水压压惊 结果茶杯也中得可怕 更悲惨的是厕所门都有一顿主 但为了奇亚他们是不会放弃的 几天后雷欧利与库拉皮卡 尝试推动大门 但依旧无济于事 雍人细宽看不下去 初言提醒道 两人必须动作一致 然后同时出力才行 两人根据提示立马进行调整 这次大门成功被推开一条坊 但下一秒他们就被弹腿 之后两人脱掉训练队 准备再次尝试一步 可依旧和上次一样 小杰见状解下绷带 前去帮忙 在齐心协力下 三人终于打开大门 开始朝着山顶的府邸迈进 可细宽却反而为他们感到担心 因为三年前 他带着数百名手下想要跑 结果却被一个实习管家全数揭秘 当时的惨状到如今依旧历历在命